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 斐济是众多海岛游爱好者的必屈之地 在斐济,只有8%的土地提供永久产权 这被认为是最安全的所有权形式 外国人被允许直接购买此类资产 今天就介绍一座高性价比的斐济永久产权私人岛屿 My Island My Island位于斐济海岸 地理位置非常隐秘 只能通过直升机、水上飞机或船只进入 你可以选择从临近的瓦努阿岛乘船90分钟到达该岛 或是从纳迪国际机场乘坐45分钟的直达航班 到拉巴萨机场 再乘坐水上飞机或直升机到达该岛 该岛占地32英亩 绿树成英 俨然一个世外桃源 这里有瀑布和数百棵果树 包括椰子、鳄梨、羊桃和异域巧克力柿子 这些水果加上南大平洋当地蔬菜的供应 可以确保每顿饭的食材都能自给自足 岛上的红木树点缀着风景 提供了美丽和阴凉 在必要时还可以为小屋的扩建 或建造更大的新房子提供木材 该岛的西南海岸有近四分之一英里的原始海滩 周围的珊瑚礁非常适合浮潜 而东北一侧则为大型游艇提供深水茅地 岛上还有一个淡水湖 为岛屿的日常所需提供了清爽的淡水 这座岛屿拥有一处三百多年历史的考古遗址 这是一个酋长家的地基 周围是手工挖的山谷和城墙 起到防护作用 有一条小路通向一个六英尺乘四英尺的浴池 浴池由石头凿沉 上面流淌着泉水 这些泉水也为岛上的主人、客人 以及世代居住在岛上的看管人 提供了纯净的水源 Mine Island海间有一个占地750平方英尺的 一居室山顶小屋 屋内以木板和传统艺术品装饰 给人一种真正的斐济感觉 它还有一个宽敞的甲板 你可以一边喝酒一边欣赏太平洋的迷人海景 岛上还有两个工作人员宿舍 位于远离主屋的一个独立区域 此外 在陆地和水上都有足够的空间 供你建造新的房屋 斐济是南太平洋地区最主要的旅游市场 国际游客众多 占该地区所有入境游客的43%以上 从旧金山、洛杉矶、新加坡、奥克兰、悉尼、香港、日本和夏威夷 都有直飞航班可到达斐济 斐济政府也大力发展旅游业 不断完善基础设施 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这座拥有永久产权的斐济稀有四人岛屿 目前正在出售中 售价不到300万美金 感兴趣的话欢迎私信询价 我们下期见